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马 暂时还不知道马夏尔和石龟队 木帅表示 这场比赛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们确实踢了一场不错的比赛 年轻球员们表现得很好 对手还是黄马这样的顶级球队 不过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 因为黄马阵容残缺 尔拉内 莫德里奇 马带洛等主力都不在阵中 相对比今天的胜利 和黄马在欧冠联赛中交手结果才更重要 莫里尼奥超乎寻常的冷静 他不愿在一场热身赛胜利后唱高调 木帅还点评了麾下弟子 像埃雷拉 白利 马塔和导米安 他们的表现是现象级的 因此今天我们能以2比1胜出 但就算是1比2落败 或2比2占屏都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只是让我知道 未来我能指望这些球员 这些家伙都是很棒的职业球员 他们为俱乐部付出了一切 我了解埃雷拉 马塔和桑切斯 小伙子们都很年轻 他们需要时间成长 最后15分钟黄马派上了克罗斯 阿森西奥和伊克克 我原本以为我们无法抵抗 但球员们很建立 我们拿到了理想的赛果 莫里尼奥对弟子们的表现很是满意 再从战术上说 胜利毫无意义 我尝试组织最好的防线 对抗他们 但我暂时没有和准备参加英超的球队一起工作 大多数世界杯国奖会归队 我只是尝试获得最好的结果 这场比赛后 拉什福德 卢卡库等世界杯国奖会提前归队 莫里尼奥透露 还有九天就要开始新赛基因超征程了 我们现有的球员再加上林德勒夫 他两天前就开始训练了 拉什福德 琼斯和卢卡库即将归队 他们为球队减少了三天假期 他们提早三天归队 希望参加首轮比赛 这种精神很棒 我们队内大多数球员都有如此精神 都会为球队付出一切 另外 曼天夹于当地时间周三凌晨飞回麦彻斯特 可因为女友带产离队的马夏尔尚未归队 连木帅也不知道法国飞翼何时返回队中 他有孩子了 这是个漂亮的宝宝 很健康 感谢上帝 他本应在这里 可是他不在 我不知道他何时归队 房间传闻曼联金下预转曼马夏尔 不知这位法国飞翼 还会不会 回到曼联阵中了 牛牛飞人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